親愛的觀眾好朋友 大家午安 大家好 現任時間 中途十二點二十分 你所收聽的是快樂人報榜 新聞順序公仔的節目 我是你的好朋友楊潔 在今天的節目當中 楊潔很開心 可以邀請到我們的好朋友 跟我們今天分享的主題是 我們的健康小常識 每次楊潔訪問我們的醫師 我們的醫生好朋友 每次的節目都受到很多 聽眾朋友的熱烈的回想 因為大家都覺得說 欸我好像有這個問題 還是說我相扶兵 摸咪人 就一個出名頭尾 好像有這個狀況喔 提醒他一下 真的 有時候我們在身邊 就是要多關心 我們的周遭的親朋好友 今天在我們的節目當中 一樣邀請到我們的醫師好朋友 跟大家來談論這個主題 叫做 脊椎滑脫 什麼叫脊椎滑脫 我們趕快來請教他 我們邀請到的是 我們七嫌脊椎外科醫院 微創脊椎外科主任 吳宗勳武醫師 到我們節目當中 吳醫師你好 吳醫師你好 各位聽眾大家好 我是七嫌脊椎外科醫院 微創脊椎外科主任 吳宗勳醫師 吳醫師我們今天講這個脊椎滑脫 聽到脊椎滑脫的名詞 大家覺得好像這個名詞有點陌生 啊什麼叫做脊椎滑脫 是 脊椎滑脫其實 各位聽眾朋友有知道 觀眾朋友有知道 台語 聽個台語 滑脫其實台語叫土倫 土倫 就是說我們脊椎正常排列 都是要一節節一節一節一節 那在這個脊椎 因為他是可以活動的 他在活動過程 其實我們會有後面會有一些關節 那前面會有一個椎間盤 跟一些我們的椎體 他其實會把他的骨頭拉住 但是當如果滑脫造成 滑脫就是說他包括像椎間盤壞掉 或者椎體已經有一些骨折或者是鬆脫 或後面的關節有相對比較冷 沒力 抓不掉 他那個脊椎就會變成上下上節跟下節 就一個相對的滑動 滑動 那個就叫做滑脫 那那個滑動的狀況是說 他一定落差很大 落差很大 就是說已經前後已經沒有到 那個所謂的不穩定的狀態 所以他還是會回來還是會出去回來 對對對 他就是一直在動 這種正常脊椎他在這個滑動的時候 他會一起動 對 會一起動 那這個滑脫就是說他會動來動去 這個動來動去其實對骨頭不好 是因為他這樣一直相對磨損 那個裡面的軟骨都會磨掉 壞掉 然後甚至最嚴重 那個兩骨後面就是這樣生肌 神經可能還會這樣壓到 就會造成不舒服的症狀 這樣子就是會痛 會痛 對 就是如果常見的症狀就是說 常常會覺得腰痠背痛 喔腰痠背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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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說那個痠痛會痛到那個腳趾頭 喔 腳趾頭會痠 喔還是說會痛到那個大腿後面 喔大腿後面 喔大腿後面 大腿後面有時候這樣安安 喔緊繃的感覺 喔緊繃的感覺 是喔 那個可能就是要擔心有這個滑脫的可能性 OK 尤其是他在做一些活動的時候更不舒服 是 這就是更要注意這樣 所以 所以 這脊椎滑脫 他是不是有幾種原因 他的類型是不是也有分好幾種 是 不一樣的狀況 是 那個滑脫 如果就比較 定義上來講 就是一個相對的不穩定的狀況 那常見的原因有五種 主要有五種 那第一種主要就是跟發育有點關係 有的人先天怕遇上他就是有一個滑脫的情形 是天生的 天生的 那這個佔滑脫的比例大概五分之一 那這個常見其實就是在第五腰椎第一劍椎的地方 那就是一個會造成一個所謂滑動的一個狀況 那第二種情形比較常見在年輕人 就是我們講一個叫做追攻斷裂型的滑脫 追攻斷裂型 追攻其實是在我們的脊椎骨的後側 在關節的下方一處比較堅硬的骨頭 那他的目的也是為了要把骨頭拉住 那當他產生一個斷裂 斷裂就是說他也出現裂痕或骨折 就是其實就是叫追攻骨折 那個斷裂就是骨折 他就會造成所謂他不穩定也會造成滑脫 那他會比較常出現在年輕人是因為外傷 外傷還是常見的原因 運動會嗎 運動一個比較運動的傷害 比較大的一個運動傷害也有可能會造成這個追攻的斷裂 造成這個骨折然後造成進一步造成滑脫 那有沒有可能是因為他是工作 工作也是一個很常見在年輕人 因為年輕人還是需要一些比較勞動的一個族群 所以他如果真的工作性只是屬於真的需要 勞動力比較大的 比較勞動力比較大的 常常需要骨折 需要彎腰的這個病人 就比較有時候會出現這種追攻斷裂型的滑脫 哇好多這種狀況 那有些像現在有一些朋友他們喜歡重訓 對不對有時候他喜歡重訓 尤其前一陣子奧運有沒有 我們奧運又舉重又拿到金牌 哇好棒喔 可是其實有時候重訓我們還是要看自己的身體負荷 有些人可能他一下子可能嘗試 已經超過他的負荷了 就容易運動傷害 他那個過度的負重像這個舉重 他也是一種容易造成這個所謂的一個 縱向的一個Loading 就是一個負重 因為重的東西在最上面 對對對 他就一直往下壓 那其實最下面那一節 最常發生的位置 那個追攻骨折最常發生的位置 就是第五腰椎 第五腰椎的追攻 是最容易發生追攻骨折的位置 那其實那一節就是受力最低的地方 就是最大的地方 所以常見的骨折位置就在那邊 所以真的有很多的狀況 那當然也有因為生病的關係 生病也會導致脊椎滑脫 就是說剛剛講前面兩種的 第三種狀況就是也是年紀大的病人 比較常見就是退化的 退化的那個滑脫就是跟年紀有關 就是因為我們剛才有聽到說那個關節 它的目的就是要把脊椎拉住 對對對 但是因為年紀大病人 其實關節就會開始有一些鬆動 甚至有一些所謂的一個沒力的狀況 所以它那個關節就會沒有力把那個脊椎拉住 所以久了它就會造成滑多 那這種情形其實發生在50歲以上的女性 女生是比男生還多 那有可能就是女生確實 另外一個可能性的女生 骨質疏鬆比例也比較高 所以骨質疏鬆也會造成它的無力的狀況 也會造成一個滑脫 我常常在跟很多大概就是 阿姨媽媽那個年紀的女性朋友講說 你們一定要注意身體的保健 就骨鬆 因為骨鬆的問題我發現還蠻普遍的 在台灣社會經常就保健 其實骨鬆大部分都是我們講叫無聲的殺手 就是說其實大部分一開始都沒什麼症狀 那其實等到它有一些症狀像腰痠背痛 或甚至疼痛 或者是一個腳的下肢的麻木疼痛狀況都產生 那個其實再去檢查發現 其實就已經產生所謂骨質疏鬆造成的骨折 所以這種也是其實要定期的做一個篩檢 跟檢查 才能及早發証 其實也有骨鬆的藥 是骨鬆的藥 目前骨鬆的藥物其實台灣的健保都有幾副 不過有一些相關的規範 需要符合這規範才能健保使用 是希望我們還不要到骨鬆那個階段 我們就要趕快補充起來對不對 因為有時候骨鬆真的是隱形的殺手 其實我常常跟一些阿姨在那邊開槓 就是說他們要多補充一些鈣 多曬一點太陽 是不是補鈣啊曬一點太陽 這個也是骨鬆的骨頭的一個深層最重要的兩個原料 就是一個就是所謂的鈣 那一個就是剛剛我們楊潔大哥提到那個 曬太陽部分就是維生素D3 維生素D3 這兩個都是必備的 所以多多補鈣 然後多曬太陽 甚至多運動 運動還是一個對骨鬆預防也是蠻好的一個 好的治療方式 對不然說實在 你等到你很多時候 很多時候是不是病人都會來說 醫生我哪裡很痛 哪裡怎麼痛 哪裡痛 怎麼躺著也不舒服 對對對 可是有可能就是因為你是全身性的 都出現狀況了 是是是 你說要怎麼補 要怎麼打鈣也不好了 那個就比較環不濟集 環不濟集 因為是全身性的問題 所以我們的團長朋友 我們一定要把自己的身體給保健好 那講到脊椎滑脫啊 剛剛吳醫師你談到說 有這種退化的 那沒辦法不可逆嘛 因為我們大家都會變老 那這沒辦法 我們把自己保養好 延緩退化的狀況 就比較OK一點 可是有時候是那種創傷的 或者是疾病的 病理性的 這個就有點不好處理 如果是創傷的 當然就是一個立即的一個外力 像是比較高處跌落 或者是一個比較大的車禍 那種方式其實就是那個骨折會比較立起 然後滑脫會比較立即 通常這種神經的受傷都會比較明顯 所以這種病人幾乎 大部分都是需要後續需要接受比較侵入的治療 就是手術治療 那像剛剛講到疾病的 疾病的就是所謂病理性的 那病理性的部分主要常見的原因就是感染 或者是說腫瘤 那感染症狀況就是說 它可能有一些 可能骨口的感染 像骨髓炎啊 或者是說一些關節炎 那吃到那個關節 所以造成這個滑脫 那腫瘤當然就是比較擔心 就是一些像惡性的 腫瘤轉移到那個部位 然後把它那個關節 或是椎光部分吃掉了 所以造成那個滑脫的情形 所以吳醫師我們有時候聽到說 好像某個癌症 它擴散到骨頭 才聽到都很害怕 骨頭好像就已經被吃掉 或者是變黑了 有時候會遇到這個狀況 有時候會遇到這種狀況 所以其實一個 我們現在因為我們 國健署都有一些所謂 定期篩檢的部分 這其實我們年紀到 有這個資格 就其實要定期去做篩檢 對於後續疾病的預防 其實也是很重要 大家對大家的健康一定要很重視的 當然脊椎滑脫 它也有程度的不同 它有分程度不同 希望大家不要再很嚴重的時候 再看醫生 我們初期趕快判斷出來 吳醫師怎麼判斷 其實目前脊椎滑脫 它有一個等級的分級 就是說 它是依照1975年 有一個學者 他是一個英國人 他有根據他的滑脫的程度 來做一個分級 那當然從最輕微的一級 到最嚴重的五級 那一級的部分 他就是將椎體 我們是依據上下的一個 滑動的情形把它分成四個等份 OK 那依照他滑脫的程度 如果他是滑到的第一個分級 就是0到25% 那就是叫一級 那如果在25到50% 就滑脫到更後面的 那就是第二級 OK 那第三級就是50到75 那第四級就是75到100 那有一種叫完全性滑脫 其實這個在臨床上是比較少見 通常就是在外立 外傷病人比較常見 因為這種病人 其實 腳可能都已經非常的嚴重了 哇 是 對 它的那個嚴重分級是還蠻重要 欸 武醫師你是不是有準備一個說明 對 有一個說明的圖 這個就是要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脊椎滑脫的現象 這個圖我們看起來就是12345 從上面0到25% 一直到100% 那這圖怎麼判斷呢 就是說其實這個需要用S光去做一個診斷 一般其實如果外觀 其實到1到2級外觀上其實看不太出來 看不太出來 通常要到3級以上才會明顯有一個駝背 或者是一個彎腰的情形 是 那1到2級其實臨床上是 外觀上是看不出來 但其實這些分級其實症狀都會 主要的這個分級的目的就是要看症狀的嚴重度 對對對 其實1級的部分病人可能症狀不會那麼明顯 是 那也可能不需要到比較侵入像手術 或打開刀那種 可能可以用一些比較復健或藥物的方式就可以 但是2級以上甚至3、4級 這個可能就是表示說它可能已經滑脫到非常嚴重 那已經有一些比較明顯的症狀 或者是這種滑脫是進行性的 就是一直持續還是在滑脫 從2級滑到3級到4級 這個通常是需要到手術的治療 所以從右邊看到的那幾節的脊椎骨頭 我們看到最左上就是比較沒那麼嚴重 比較輕微的 那一直往右就是地增 然後就是越來越嚴重 越來越嚴重 下面是最嚴重的 你看最下面喔 最下面到最下面右下角 那個也是百分之百滑脫 對那個其實臨床上 我目前我到這幾年的洗衣經驗 是還沒有看過這麼嚴重的 因為到那麼嚴重真的是可能也生活沒辦法 已經都沒辦法自己活動了 是是是 OK這個真的是太嚴重了 好OK 那我們再繼續談 我們畫面回來我們現場當中 那脊椎 脊椎滑脫 他臨床的狀況 臨床的症狀 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來談一下呢 吳醫師 因為我們脊椎滑脫剛剛說 腰骨吐輪 其實比較擔心的 除了剛剛那個滑脫 會造成所謂的 比較有腰痠背痛 甚至這樣 臀部還是大腿後側 會有一些緊繃感 痠痛感 這是常見的症狀 是 但是因為我們脊骨在吐輪的時候 其實我們身體有一個保護力 就是我們要 阻止它 再繼續滑脫掉 是 那這時候就要動用後面那個關節的力量 那那個關節的力量 就是會一直 施力很大 但是這個施力很大的過程 它那個關節就是會變厚 關節變厚 就是我們一直刺激刺激的過程 那個關節變厚 就是說這樣骨刺 骨刺就骨刺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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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我們叫做腰椎神經 其實就是坐骨神經 所以就會造成坐骨神經症狀 嚴重就是甚至那個痛 會造成它不良於行 走路會剖行 走到一半就會麻痛 需要一次一次 或者是說走到一半就要坐下來休息 沒有辦法走太久的距離 這就是相對比較嚴重的滑多的一個神經壓迫症狀 所以有時候我們聽到說長骨刺 所以骨刺 其實很多地方都會長骨刺 那其實長骨刺它本身是身體的一個自我保護的機制 所以你不敢說骨刺就是不好 就是因為吃骨刺就是自己生出來 你自己生出來 它就是一個身體保護機制 既然讓我們知道說 那邊長骨刺了 代表它本身已經出現狀況了 你要趕快去做一些處理 趕快去預防趕快去處理 所以有時候我們不要小看我們的臀部啦 大腿啦 有時候會痠啊 會痛啊 會痛啊 有時候它都是一個警訊 那像吳醫師 像如果這個狀況之下 我會痠 會痛 會麻 我要持續多久才要去看醫生 可以怎麼判斷呢 其實說你那個痠痛的感覺 如果是大概一兩天 它休息過後 還是沒效 就會改善了 那通常是沒有太大的問題 但是如果休息個兩三天 甚至一個禮拜以上 它那個感覺還是持續 甚至可能你自己都有購買一些陳藥 我買一些藥來吃 還是說吃吃那個止痛的 止痛的吃了幾天還是都效果沒那麼好 就是效果會好一下 但是過一陣子又再不舒服起來 這個表示說它可能有這種所謂的一個滑脫或者是壓迫的症狀 就是可能要到到我們我們醫院來做一個檢查甚至治療這樣子 像這種檢查會不會很花時間 其實當然這種檢查 當然對於我們專科的醫師 像我們氣線脊椎外科醫院 專門在檢查治療這類病人來看 其實這個並不會花到太多的時間 因為他到醫院來 我們當然基本上醫師會根據他的一個症狀去做一個病史的詢問 那詢問下來其實比較懷疑有這個所謂土倫滑脫的現象 我們其實只要做一個基本的S光的檢查 用S光就可以判斷嗎 很快的就可以檢查出來 那S光當然會以一個靜態的跟一個動態的為主 靜態S光就是一個可能一個直立站著或躺著一個狀況去照 那會加上一個動態的原因是因為 其實滑脫大部分都是在活動的時候才會出現 所以我們會做一個所謂的前彎加後仰的一個活動的一個S光片 當他在做這個前彎後仰的動作的時候 如果那個角度超過15度 差別就是兩個角度差別15度以上就是表示他是不穩定的 就是可能他已經有一個滑脫的一個情形 那像年輕人就是剛講 其實他如果這個滑脫情形是有 S光照起來是有 那年輕人就會擔心就是所謂追攻斷裂型的 我們可能還會加造一個側面的 一個側面的S光來看那個追攻的位置 是不是有所謂斷裂的情形 來做一個診斷這樣 所以說你有這種狀況之下 很多人都會忍耐 就是說我現在就是要做工作 我沒辦法 我沒辦法休息了 所以我就是整個就是要吃疼來吃 吃疼越吃越吃越沒感覺 而且你一直沒有把原因找出來 沒有去處理你就會一直疼痛 所以其實也是跟朋友說我們的身體的一些不舒服 就是反應給你知道說 我們身體已經有一些警訊了 你不要再讓它更嚴重了 這個都是很重要的事情 好來那時間關係讓電台先進個廣告燈會 廣告過後再跟我們七弦脊椎外科醫院 為創脊椎外科主任吳宗勳醫師繼續聊 等會馬上回來 嗨 小乖 好久不見了 哇 你家好漂亮啊 重新整理改建過果然不一樣 花不少錢吧 謝謝啦 還好啦 但是你有去申報房屋稅籍嗎 沒有耶 我只是整個打掉重蓋 還要再申報啊 是啊 房屋如果欲有粉毀 坍塌 新增 改建 拆除 不論是否有辦理保存登記 都應主動向稅捐集中機關 提出申請房屋稅籍相關事項 必須在拆除完成後三十日內 申報註銷房屋稅籍 並停止課徵房屋稅 而且啊 房屋稅是按月計算稅額 如果房屋已經拆除 要及時向地方稅集中機關 申報註銷房屋稅籍以維護資深的權益喔 好的 我了解了 咦 那我想請問一下 我搞不清楚 像我爺爺在農地上合法建築的農社啊 到底要不要繳房屋稅啊 哈哈 這個問題問我就對了 我上週才去屏東財稅局詢問過 我跟你說喔 房屋稅是以附著在土地的各種房屋 及有關增加房屋使用價值的建築物為課徵對象 農社是房屋的一種屬於房屋稅課稅範圍 所以必須按實際使用情形來課徵房屋稅 所以還是要繳房屋稅就是了 那我知道了 我跟我爺爺說 請他要記得繳納房屋稅 我再提醒你一下喔 一般我們說的農社 是指提供農民居住的自用農社 跟其他直接做農業使用的房社是不同的 農社是要課房屋稅的 但是專供飼養禽畜的房社 培植農產品的溫室 稻米育苗中心作業室 人工繁殖場抽水機房社 專供農民自用的熏煙房 稻谷及茶葉烘乾機房 存放農機具倉庫及堆肥社等 提供農業使用的房屋 可以申請免征房屋稅 如果有變更做其他用途使用 或控制者還是要課徵房屋稅的 好的我了解了你解釋得很清楚 謝謝你 提醒民眾 房屋稅是按月合課 為我顧您的權益 如果您的房屋符合上面所說的免稅規定 請在減免事實發生至日起30日內 向房屋所在地稅捐機關申請減免 預期申報的民眾 自申報日當月份起減免 房屋稅開增期是每年5月份 請納稅人記得繳納喔 民眾對房屋稅如果有任何疑問 可以撥打免付費電話 零八零零八七七九七九 或清洽屏東縣政府財稅局 電子發票五指化 照浮地球不暖化 以上廣告由屏東縣政府財稅局提供 快樂台灣無限精彩 快樂聯播網 先問三下五指化 我是你和朋友楊潔 跟大家講一個活動訊息 這是高雄市棟保處 提醒大家 帶您家的毛小孩 定期幫他施打狂卷病疫苗 以及植入晶片 那活動是在10月29號星期五 这个星期五在高雄市桃园区 早上的九点到九点半 到桃园的剑山礼活动中心 早上的十点半到十一点呢 是这个二集团聚落 就是淘宝商店 再来十一点半到十二点呢 是宝山礼活动中心 那再来是这个星期六 十月三十号在山林区 高雄市山林区 早上的九点半到十一点半呢 在山林区公所 下午的一点半到三点半 在吉莱里活动中心 再来是这个星期 十月三十号也是星期六 地点是在美农 早上的九点到下午的三点 在美农的广陵社区活动中心 那高雄市动保处提醒您 每年都要帮我们的犬猫 打狂犬病疫苗跟植物晶片的部分 如果你是刚饲养的 你也要帮他植晶片 那当然狂犬病疫苗 每年都要打一次 这是防范狂犬病最佳的办法 如果未依规定 每年替所饲养的犬猫 打狂犬病疫苗 会依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 储星台币三万到十五万 高雄市动保处关心您家的毛小孩 另外还有一个是十月三十一号星期日 在内门区 这边是早上的八点半到十一点 在内门的官亭里联合办公室 这边也有一场活动 大家可以去参加 今天节目现场是 我们高雄七弦脊椎外科医院 微创脊椎外科主任 吴宗勋医师 来到杨姐的节目 吴医师你好 杨姐好 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讲的是脊椎滑脱 当然刚刚杨姐跟我们吴医师在聊说 其实像脊椎滑脱的现象 有时候那种外力所造成的现象 特别特别不好照顾 为什么因为有时候 尤其有的年纪大了 为了我们的中博 你发生车祸之后 他可能就会有这些受伤的状况 你说要让他复原起来到原本的状况 那实在有够困难 所以真的自己要保养的好 好 那在我们的这个临床的部分 是不是也跟大家来谈一下呢 我们在临床上面 我们的脊椎滑脱 我们临床上是怎么处置呢 还有呢 我们的病人来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去判断他 到底要做什么样的检查 是要做MRI还是要用一般的S光就好了 你们怎么判断呢 是 当然刚刚上一段节目有提到说 一些基本的S光检查 包括静态的跟动态S光 甚至一个斜面的一个S光 都是可以做一个初步的检查 那当然检查过后 其实接下来就进到我们的一个治疗的部分 那治疗的部分就是说我们还是会先 如果是症状轻微的 他已经就是说他的症状是有 但是症状没有这么严重 那我们可能会先采用所谓比较保守性的治疗 那保守性的治疗可能包括第一个就是所谓的 类固醇抗发炎的药物 还有所谓的一个止痛药 跟一个肌肉松弛剂 这是一个药物治疗部分 那第三个当然就是会建议他可能 如果症状还是比较明显 那可以在 还是需要做一些比较劳动 或者是说活动的话 那可以穿一个背架 背架就是一个辅助型的背架 当然现在背架都是 材质不一定要选择用铁做的 静检工替杀替杀 但也起码背架材质都很进步 有些限制用一些碳纤维 或者是用一些竹子就可以做一个支撑 比较轻便比较好穿 那他在工作时候就可以穿着 当做一个辅助 也可以让那个滑脱 比较不要那么明显 那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们其实还会建议所谓的第四种 就是所谓的一个附件治疗 那附件治疗就是包括 比较常见就是一个热敷 加上一个电疗 热敷加电疗 其实就是要让我们的一个肌肉 有一个所谓的循环增加 来达到一个放松的目的 那第五种治疗就是可能 自己在家也可以做 就是所谓的物理治疗 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的脊椎 其实它是占身体一个中轴的部分 但是它的前面后面都有很大的一层 所谓的一个核心肌群 来做一个包围 那当然最常见核心肌群就是说我们深层的腹肌 跟我们的一个后侧的一个背肌 所以多做这个核心肌群的训练 像是深层腹肌或是后侧背肌的一个训练 增加它的一个支撑力 然后也可以让我们的一个脊椎的一个滑多程度可以降低 不舒服程度可以降低 那我们其实在家 其实最常见可以做这个脊椎 这个核心的肌群训练的放松的方式就是多做伸展 伸展运动 就是多做一些往上提 伸展运动 或者垫脚肩往上抬 甚至说我们平躺在床上 我们做一个屈膝 把膝盖往身体凹 这个也是可以训练到我们的一个腹肌的部分 那甚至如果更有时间其实可以去做所谓的一个拉单杠 哦拉单杠 是是就是单杠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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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个拉单杠的动作也可以达到这个放松的一个程度 哦真的哦 那单杠不用说一直往上拉 就是吊着稍微手的力气稍微拉着 然后脚稍微离地 ok 就是用那个体重把他那个脊椎稍微做一个放松 有点像是拉直的概念 对拉直的概念 是是 他也会把他那个症状来做一个缓解这样子 哇 就是就有很多的复健方法 就辅助你不会那么不舒服 那当然有很多朋友就问说 以前有什么方法就会比较快的 那当然有时候我们真的拖到后面后期了 你真的没有办法用这些复健就可以改善的时候 真的就要用到手术 可是用到手术呢大家都会感觉说手术了 我手术冷静 听到手术冷静大家就怕咬 感觉好像手术下去明天就卧床变得开了 很多人都有这样子的误解 那真的这个脊椎手术那么危险吗 现在的科学 医学进步到什么样的阶段是无疑是跟大家谈一下 是 就是说其实我们一般这种脊椎滑脱这种图伦 也不会说马上看到X光就是说你这个一定要就要手术 一定就要做这个侵入性治疗 就是说当要手术的一个前提是说 当你的症状再经过这个所谓保守的治疗 就是刚刚讲的卧床休息复健 背架之后症状还是很严重 甚至说这个严重程度已经影响到你的所谓的神经的症状 你的脚已经开始有一些麻痛无力 甚至走路都走不没法走的情形 或者是说它的滑脱是一直进行式的 就滑脱程度跟之前比较起来 那个X光照起来滑脱的更厉害 当然这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安排所谓刚提到就是所谓一个 核磁共振的检查 因为核磁共振对于一些软组织的判断 神经压迫的一个判断 还是相对X光是比较准确的 所以核磁共振就是当这些病人症状在这些保守治疗之后 还是持续 当然就可以接受这个核磁共振的检查 那当这检查起来 神经确实压迫的非常明显 那病人症状也在做保守治疗无法改善 就可能要进行所谓的一个手术治疗 当然目前手术治疗其实在之前听说 就是说开完脊椎手术会瘫痪啊 会没办法走 其实目前都是一个错误的一个误解 因为目前脊椎手术的一个进步 来自于包括医师的技术 因为目前这种脊椎手术执行的病人 其实比例相算多 那另外加上一些显微手术的一个进步 因为我们可以用一些 包括一个目镜被放大的倍数 还有一个比较显微镜 那显微镜其实相对于肉眼 它可以放大甚至到10倍以上的一个倍数 所以其实神经在手术上都会看得非常清楚 所以手术当中当然伤疾神经的机会就非常的低 所以这个脊椎微创手术其实相对是安全的 所以不用说开的洞很大 是目前因为脊椎手术 因为这个刚刚讲的这个微创技术 就是一个显微手术的进步 加上器械的一个进步 加上这个对手术的认知的进步 所以其实伤口相对之前都已经可以缩小非常多 那破坏也会变少很多 所以就可以达到一个微创手术的一个治疗的部分 是是是 那我想问一下吴医师就是说 那我们平常该怎么保健自己 还有有的病患一定会说 那我都已经我真的很严重没有办法 我就是没有自己照顾 我就是要开头 那我也接受了 那当然我后续的保养更重要 其实在接受这个脊椎滑脱的手术过后 我们一般其实如果他的症状在手术后就得到很大的缓解 就是手术后他那个包括下背酸痛 臀部酸痛下肢酸痛情形都有改善很多 那他后续其实是不需要再接受像复健的治疗 OK 因为就已经帮你处理好了 是是是 但是后续的保养就相当重要 就是所谓平常姿势的注意 你平常就是尽量需要维持你的体态是在一个正中的状况 就是尽量要挺胸缩小腹 挺胸缩小腹 不要不要弯腰脱背 不要弯腰脱背 那另外就是少做一些我们比较会伤及脊椎的动作 包括像久坐 久站 或者是长弯腰 或斑太重的东西 是 那另外当然 就是如果一些年纪大病人有一些所谓骨鬆的一个情形 当然骨鬆的治疗也是要积极比较持续的一个治疗 才可以预防 之后这个后续可能包括 你脊椎处理过后 当然那一个部分是稳定 但是你还有很多脊椎要顾 所以不要说只这一节开完你就没事了 你可能之后如果没有在保养可能上下节的脊椎 也会出现问题 OK 吴医师最后跟大家补充20秒 是 对 那 如果有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有类似 或病友有类似的一个症状或问题 欢迎到我们期前脊椎外科医院 我们可以提供相当好的一个咨询跟一个治疗 是 真的 我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就是说 我们遇到了状况 遇到了身体的不舒服 我们千万不要说一直忍耐一直忍耐 不要一直忍耐 有时我们错过黄金治疗时间 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 再把身体修补回来 所以我们有不懂的身体不舒服 就请教我们专业的医师 好 今天我们非常感谢七弦脊椎外科医院 我们微创脊椎外科主任吴宗勋 吴医师 来到杨洁节节目 谢谢吴医师 谢谢 谢谢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杨洁 最后大家有记得比赫吉刚 下回见了 拜拜 拜拜